所谓的心灵的心是神 是能够使神发生作用的东西 你的精神面貌源自你的身心 身心不健康 精神不健康 精神病怎么治 不是给他安眠药 不是给他压制的药 不是给他兴奋的药 都是治他的身 调他的心 调心要给他道理 说教要懂得人意理智性 武德要懂得喜怒哀乐悲恐惊 欺贼 让他明辨自己的情绪的波动 是体内物质的不纯洁 导致的喜怒哀乐悲恐惊 不是你本身就有喜怒哀乐悲恐惊 所以身体的物质的不纯洁产生的波动 你要调什么 你要调气 通过气去净化你五脏六腑的物质 使物质是物质达到纯净的水平 你才能调好你的精神 调这个精是调神 调神这个部分是调心 就是修心为上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你这个人太不懂事了 你的心太肮脏了 你需要进行心灵的一个进化 你不要整天钻牛角尖 你要懂得心是中空的 心是空明的 是它大可以进虚空变法界的 在进虚空变法界里面 你遇到的那点事多大点事啊 为什么把一个点放成整个虚空呢 为什么非得去认死了人走这条道呢 这就叫牛角尖越来越斋 你望回一退海阔天空 你望前硬要钻头这个脚 你就越走越斋 越走越没有路了 所以是治精神病 要救他的心 不是给药 要调他的身 调他的气 不是给药 精神病有没有治 有没有办法能治 这个我刚看了一个报道 说是这个中国 在疫情期间 这个精神抑郁症患者增加了70% 这个比率说太多 比之前的这个比率说增加了70%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精神问题怎么来的 气的问题 堵在家里不能出门 憋气 对不对 这个以前的心呢 还能去看看 Elevy包 还能看看什么 这个名牌手表 现在不是看不到了 只能在网上看又不能磨磨 这心里有病了 心里有病了 是这么回事 是怎么得到精神病 你们中间还有人跟我说 我抑郁症啊 这个精神科医生 这个跟我说 我的抑郁症严重了 严重到不行了 然后他就认可 严重到不行了 你不知道 那个精神病医生 他才有精神病 因为他根本不懂身心啊 他不懂气啊 他不懂的心理调整啊 说实际上 他不是精神病 他是什么 他就给你药 你这个太兴奋了 给你抑郁 让你压抑的药 让你兴奋不起来 你这个太抑郁了 给你兴奋的药 让你整天又唱又跳 最后他发现 这个又不行了 这别人看着也不正常 再给你抑郁症的药 再给你压抑的药 这别人看也不正常了 怎么这个人 好像整天睡不醒的样 又给你兴奋的药 你说这个医生 是不是精神病 完全不对落吗 你去调人的气 开阔人的这个心灵的境界 对不对 把大千世界拿入自己的心中 这个宇宙都是我的 你丢了个手机算什么 对不对 全天下的手机都是你心里的东西 你丢了个手机算什么 就抑郁了 就精神崩溃了 这就不想活了 这就冤天冤地了 这不你 我不好说 只能说你没病 不要说你有病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